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你已经开始念念之间担当了 这个孝子要在哪里想 为什么讲到功德利用不适 你明明已经是站在如实大决体上 可是决体上面 这就要做分析这个决心了 你仔细去思维 你的心体虽然行者还未正 但是你的怨心已经明朗 所以才叫做 才有讲到刚刚的种种功德 但是你在这样的怨力的明朗当下 你念念之间看到是哪里 你念念之间是看到你现在 应用在每一个过去凡夫的念头之上 你应用在这个字上 你站在心体的道理的体上 那个决体的光明 就是那个道理 那个明相之中的接引的势力 那个不断地射受你的势力已经存在 可是你行者的作用 还是在现今的每一个念头之上 每一个行为之上 但是在每一个行为之上都有什么 都会在侍奉这个怨力的感觉 所以这个怨力 这个道理都是从哪里 都是从这个明相中来 但这个明相之中 它自然能形成心中的种种坐相 种种的 这种 这种行为 你不能说没有形象 有形象在里面 都很维系的形象在里面 所以你在这个形象里面 你要批拨形象 行者要在心中要批拨这些像 所以才会使一个心中什么怨力 才能够致诚恳切 所以它站在这个体上 它不会失去作用 它站在这个体上失去作用 它能够成就作用就是什么 它还有一念心 念念之诚 如同孝子孝奉 凤阳父母爱情父母一样 念念回光 但是为什么它能念念回光 因为你有一念智慧 那一念智慧叫做明相俱足 叫称念佛名 那已经在建立那个名字了 所以那建立那个名字叫 舍我得佛 然后你的作业就是一切终生 看到一切终生 那念念之间回头 叫做孝敬父母 你心中要分别的出来 你要分别不出这种形象 你根本感觉不到你在做什么 谁没事做出我发大悦了 我也发悦 我都在佛前发悦 可后来没成就 为什么没有成就 你没有后面一个心 如同孝顺父母的心现前 他为什么后面没有那个心 就前面发的那个愿不赤诚 前面如果是发的愿赤诚 下面就一定有个心跟一个行为 是念念之间在奉事如是愿 这里面的像就有点像佛跟阿难 有个侍者 就有点像世自在王跟什么 跟法藏菩萨 就主办要清楚啊 这是华藏这个华言经中讲的主办 庄严要清楚啊 所以他绝对不是世自在王看到以后 世自在王老师看到以后 哎呀这么样精进的学生 世自在王 世自在王如来特别高兴 天啊这有怎么讲出来的 你可以去编故事了 你怎么知道 你跟世自在王泡茶喝了 他告诉你了 这种话都多余 但是你们都很喜欢听 不是你们了 就是很多人喜欢听了 讲到你们就对不起 污蔑你们 很多人喜欢听了 你告诉他他们还不肯回头 为什么他不肯回头 就是读了那个平等觉未尽嘛 大乱先前了吧 对吧 他不是前清读的那 康生凯的进吧 对吧 乱先前 乱的都不肯回头 你怎么跟他讲 他都不愿意相信 对吧 还把那些汉奸杀人魔王 做成菩萨 这是 这是那个老和尚亲口说的 王总长跟夏连居居士 行菩萨道 办北京佛教同院会 对吧 然后他也告诉你 北京佛教同院会 根本就是日为组织 他根本就是一个汉奸组织 我们现在不说夏连居 是不是汉奸 但是你去跟汉奸在一起 你这个人格已经可以了 你不会通过 菩萨都不会通过使命了 使命就帮你 就帮他传达都不行 何况做国贼 这是菩萨界 你在里面帮他做事 就是国贼 你利用日本的这种机缘 他在做什么 做你这本无量 这个清净平等觉 这个汇集本 出刊 拿这本书 你到处讲学 你为什么能讲学 以前谁听你讲学 那现在为什么能听你讲学 因为后面有日本人的枪杆 有王毅堂的大刀 在后面帮着你 你到处进寺庙讲学 所以才会说有一些出家僧人 站在门外 就引起下联局 所以下联局有个像 你看一个在家人 旁边立个席杖 坐在那里 这叫供高 席杖是谁拿的 席杖是菩萨比丘的姓 作词 是大石道 他放个席杖 你看到下联局的网站 那张照片 是一个在家白衣高座 拿席杖 那当然会有什么 会有剃头的这个凡夫 披戴袈裟 寒门弟子披戴袈裟 站在在家女人后面 如同服侍清凉 所以他有这个乱象 为什么 就是这本乱经出来 所以李秉燃才会告诉 某某和尚说 这本经有什么 这本经有大家 大家有这个 当时是有很多的 这个有争议的 为什么争议你知道吗 为什么争议 抗战结束 反正日本人上面的工具 一根马上都掩蔽起来 不敢再拿出来了 对吧 所以有时候看看历史 你就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那就是历史做什么 所以他就不是讲到那个想 像讲的那个心形中 什么学生啊 他知识自带王那么高兴 你自然心中就清清楚的 就是有如是的功德 智慧的形象显现 一切像中清净之主 他不是讲的事件故事 对吧 事件故事他讲的像那样的话 你干脆就拍一部和尚批 现在有少林批很红的 和尚批就是你看 都传着跟着老虎在一起 那么好勇敢 你一天到晚就在那边 跟着你根本不知名要去的地方 在那边任其宰福 你不知道将来 是不是到底能去得了去不了 那只是用凭现在的一己心中那种 自己憋着心思捏着心思 为什么想憋着 因为这凡夫 你都不要跟我说 你赤诚恳切 骗人 为什么这样说骗人 你说我不相信凡夫的根气了 不是嘛 因为只要是凡夫 他就没有能力 抗拒自己凡夫的业力 一个真正的善人将来 他意愿现前 他都还会转为恶了 他就流转嘛 难道诸佛说流转 这个业力流转还有假的吗 流转了 所以这样讲说 这要办教育 为什么过去古人都办教育 所以现在我们要办教育 要学儒家的传统思想 也就是这个单位说 传统思想办教育 办教育的话 所以就不会像现在一样 大家的心情已经这样流失或干什么 所以讲说众生听闻之中 它是知见的肤浅 你要办教育 最后为什么又会败坏了呢 那教育一定是教育好的 教育好的话 怎么会有一个败坏的呢 那怎么又怎么会轮到今天了呢 你过去人在儒家 那个传统教育之中 所以当时不乱 但事实上你看五千年文化 哪一个朝代不乱 在哪个朝代乱时 它前面不都是在好好办教育吗 世界在这个盛世之时 不都是好好在办教育吗 所以就在盛世办教育 办得好好的突然怎么 人心大变 那人心大变是因为不教育 人心变的吗 所以说你们那个思想非常肤浅 你不知道那是业力所成的 你业力大家又福得时 这世间就充满了教育 甚至人人互相之间 言语之间都传的都是道理 都是大道 业力恶业现前时 自然善业就敏 恶业就现 过去的一切都灰飞烟灭 业力 所以唯有什么 唯有真正向大道 才能够破掉业力 你自己心念中也是 你站着看到一个善念当下 你看久的 在经文上来讲 看久还能生老 你看久还能够 在道家来讲 还能够对待种种恶 因为你真正知道善时 你在心中慢慢慢慢就明辨一些恶 当你明辨一些恶时 心中就是什么 你有个力量看着这些恶 看久了以后 你就躲在恶中了 他为什么会在善恶上流转 就是因为他在这边存妄见 为什么叫妄见 想你真正知道大觉心体时 见善见恶都是觉 觉善觉恶都是平等 你在这个觉体上说见 这个见是什么 是无始的根本的本来面目 那是根本大觉性体的亲民 你要站在众生的业力上说见 那必定流转 那哪一个人 众生不是用众生凡夫之间 他一定流转 所以唯有大道 你现在弄什么传统教育 传统教育还故意把什么 明明在中国 鼻斑老百姓不学佛 他还讲到是道儒 他排排得好好的 不懂个人 他都还种到道理 因为世门中讲的心性是最圆满的 道家讲的超越儒家 所以儒排在最后 那是最基础的 那是世间的 可是这个地方呢 故意叫做儒是道 他把儒家排列在第一 他们现在传统教育啊 就是这个佛门机构下面 这个自称为佛门 这个伪 他过去叫做伪政权的 这个同院会下面的这些后人 现在叫伪佛门单位的 对吧 他们平民都是寒门弟子 这一群人弄出来的 这个伪团体里面 他是儒是道 他们叫儒家排列 他根本不通心性的 这就是什么 打着佛法 败灭佛法 他不是过去告诉你 只有一念佛号吗 当你相信他这一念佛号 弄得你大家昏昏腦腦的昏昏 都已经搞不清楚 将来怎么往生时 又怕不能往生时 已经就好像一贯道 你也要不信我 你就完蛋 你进来以后 你要是不信我 你就违背 就备视叛道 将来就下地狱 你怕离开时 我就告诉你 可以 就不用一句佛号了 就可以砸 给你砸 砸一大堆奇奇怪怪东西了 障碍众生 这叫天魔 真是天魔 叫儒是道 他干脆就如道试着算 他如是道 干脆狠一点把事放到最后面 所以这个是根本不知道 就他心中体会不出来 那个根本心中的大教 你要是真正用到世间人 他真正对道心的那种 真正的心中的那种号要 你都还有一念心 叫如同孝子爱尽父母 何要你是真正在这个大道的道理上 是体会的是根本心性中的作用 所以既然是体会的是心性的作用 那一定心性是什么 是一切万物的长养处 所以在一切万物长养处 一切万类所限之时 那么万类当下都有什么 都有孝子反哺的功德在其中 孝子现前就是一切作用 那子就是什么 有担当家业相 大决心气出来 大决的家业 要家界现前从那种缘起来担当 那缘起担当就是子相 那子相在担当如是家业的时候 就是什么 就是反哺如是决体 就好像有点像补处一样 你看他补处时 事实上他是在呼召 你看到根本的本来面目 叫做反哺决体 所以叫做如同孝子爱尽父母 你要看不到你心中这念心 我告诉你你的愿力就发不赤诚 你绝对不赤诚 你要是真的能够找到这念心 才知道心底 你才有一个心 你要懂得那个孝子 那个孝敬父母的那个心 你才能够明辨 你的规矩在哪里 当你能够明辨你的规矩 就是你心中到底是 根本心底上立什么名 可是心境将决是特别维系的 你站在这个点上 你是站在子相上 是在思维父母的 可是你为什么会在子相上 思维父母呢 事实上你是站在父母的冥想之中 那流出一切子的 所以前面跟你讲说 他能做万类不请之友 后面他就告诉你 如同孝子孝敬父母 这个心法之中 他就如是为你铺张 如是为大众这样子敷眼 就是敷开 不是敷眼那个敷眼 眼就是演电影的眼 如是铺开 铺眼 叫铺眼 铺眼 疏眼 流出 然后让你在心中 重重重重 无尽为自己架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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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